全院24天从318学生夜宫立法院开始 中正一分局长方养宁就始终站在第一线坐镇指挥 寻守立院 不只是体力几乎达到了临界点 他的心情也像是三温暖一样 面对同仁为了勤勿劳累而倒下 他难过哽咽的将同仁送上救护车 又赶回前线 后来还因为白狼到了立法院 被学生质疑警察在哪里 跟学生杠上反向小闹闹 而在4月11号当天 群众包围警察局 他也三度的亲上火线 面对而放下的身段来道歉 说无所惧怕也愿意下台负责 318这一夜时生攻展立法院 从这一刻起 师兄站在最前线 寻守立院 落正指挥的就是他 中正一分局长方养宁 那一晚立院失守 一名保留中队长身体不适倒地 方养宁眼眶带泪 哽咽地把同仁送上救护车 继续回到第一线 我们已经有一位州队长受伤 细切住院急诊 不要队警察不要队 正院区里的那一晚 方养宁担任指挥官再度清上火线 半夜12点下林清场 一直到隔天早上 他都没有合眼 这场学运24天 他没有休假 甚至曾经应称了40个小时 都没睡 白狼到立院的那一天 他站在第一排 替学生出头党 但却遭到学生呛瞎 方养宁气掌 好不容易雪云落幕 群众又号召411包围警局 方养宁三度清上火线 放下身段向群众道歉 口头请辞 愿意下台 感受得到方养宁承受极度高压力 一直到4月12号 上百支持者到警局替他打气加油 这时候方养宁抿着嘴 露脸不到30秒就回办公室 似乎不想让人看见红了的眼眶 体力几乎极限 心情更像起三文脑一样 双智云加油 周志宇加油 周志宇加油 记者组合报道